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所有的母亲该读 所有的女儿该读 但我觉得如果想结婚的男生 也应该要读 因为你要知道 未来的女孩子 她会因此而怎么想 你越是理解未来的女孩子怎么想 我觉得你越容易有好的伴侣 而且你的夫妻生活就会过得 其实我觉得对男性来讲 也会比较平衡而身心发展健全 在我们现场的是 挑品新闻创办人 也是前浓浓杂志总编辑张静玲 Hello Jean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挑品新闻的张静玲 你自己创业其实压力很大 对不对 对 我是去年才自己出来创业的 好以后有机会其实真的可以来找你 好好谈一谈你这个挑品新闻 就你心里头是有 我讲创业是这样子 创业绝对不是说先想说我要赚多少钱 创业一定是 我有一个愿望想达成 然后但别人都没做到 只好我自己来做 对不对 风心姐你非常能够理解这件事 确实是这样 那必须要社会意识很强的人 责任感很强的人才会做得到 对不对 好那我们今天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一位美国的电视制作人 是 他会想到 其实不是他自己写这本书 对 因为他自己曾经制作了非常多 极为有名的这个电视影集 讲出来大家都很多人都看过 比如说急诊室的春天 宅男行不行 然后最爱总动员 重返犯罪现场 SCI 对不对 对 大家应该都看过 对不对 那么这么有名的一位制作人 他有一天突然想到说 好像母亲跟女儿之间的 那一个价值观的传承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他就发函给所有他 都通过他的人脉 然后去函很多很多 全世界知名的女性 然后请他们来谈 他跟女儿之间的这种传承 价值观的关系 哇这里面 所以这里面 有五十几篇故事 五十几篇的这一个 母亲跟女儿的故事 而且翩翩精彩 对 所以静灵你看到这个感觉 我其实因为 我当初 这本书其实他也有来找我写的推荐序 其实当时我刚刚也跟他们聊过 说为什么会想要决定来写推荐序 因为我也有一个女儿 她今年已经是高一了 所以我看完这五十篇的故事 我非常的有感想 因为我发现到不管是全世界 你在任何的国家 任何的跟你的种族都无关 其实母亲对于女儿的爱 还有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里当中 其实都经历相同 很接近的事情 对 所以我看完之后 我就心里想 对我一定要来写这个推荐序 因为我觉得 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我似乎都跟这些母亲们 有一样的共鸣 那么当然这个作者泰勒斯 应该讲编者 因为他是 是他邀请了这五十多篇的这个文章里面 这五十多篇文章是 大家一起共 每一个人写一篇这样子 但我觉得泰斯乐 泰斯乐他本来心里头 我觉得他有一个想法 他想要推一个新的女性主义 因为他的这个新女性主义 没有说要什么女性做中性打扮 没有没有没有 他绝对没有这样的 他自己是一个大美女 我看他的照片 他真的是一个大美女 然后他在影视圈里头发展 他绝对不可能要求说 你不可以穿高跟鞋 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些妈妈是 坚持他们一天非要穿高跟鞋 不可这样子的 所以他不是要推展这种女性主义 那么你觉得看完了之后 会强化所谓的女性主义 还是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觉得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强化 女性主义 因为当然也是要看每个人去 怎么去定义所谓的女性主义 是什么 有趣 对 可是就像凤欣姐你刚刚讲了 我觉得泰勒斯其实他确实是在 他应该是他要推动的是另外一种 新的女性主义 而且是重新建立一个 女人其实即使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你要怎么说 就是透过你的生活 透过你的 你所有的成长经验 然后去验证一件事情 就是说 女性其实他并不跟 有的时候是跟真正性别无关 而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这才是新时代的女性主义 所要推广的 推唱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想要建立一个 很重要的价值观 就是 不应该在职场 女性不应该在职场 为自己设定玻璃天花板 因为不要把自己 觉得说我不可能做到 这件事情放在心里 当你没有自己心里头的玻璃天花板 你才有可能有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对没错 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找这些 那么有成就的女性 来分享的重要原因 可是我也必须说 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的价值观 是一致的 对 好那我们现在 我们要这个稍微休息一下 静玲你要帮我们挑几篇 你特别喜欢的文章 来跟大家分享说 这样的价值观 不是用说的方式 我发现共同点是 他们大部分都不是用说的 对 而是用生教的方式 让你的子女真心感受 是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九八新闻台 财经起床 浩金现场 我是陈凤馨 每周选书早起 读书为大家介绍的是 大好书所出版的 我这样告诉我女儿 我觉得值得买来给 所有的妈妈买来给女儿 然后妈妈自己也要阅读 我觉得对于如果我们希望未来真正的女性能够有一个自我成就发展的机会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在我们现场的是挑品新闻创办人前浓浓杂志总编辑张静玲 静玲我们就来谈这里面的一篇一篇的文章 你第一篇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第一篇要介绍的是 《牺牲》这一篇文章 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劳工组织的领袖 那为什么会来推荐这件事 因为其实今天会跟大家来推荐有大概五篇文章 都跟我可能自身的一些体验 然后产生了一些共鸣 所以我想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关于牺牲这件事情 其实它在故事内容最主要还是来自于 当你身为一个母亲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出一些选择 而这些选择来自于 可能是你需要牺牲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或者是你牺牲某一方面 那这个东西也是因为 刚好我自己在本身来讲的话 从我的母亲一直到我自己 身为一个母亲这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我是差不多30岁左右的时候 生了我的女儿 然后其实我当时做出了一个选择 我决定以我的孩子为重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她 对所以确实是我在事业上面的冲刺 我是整个让她停下来的 对我是其实是让她停下来的 对我觉得上天是公平的 你就是24小时 你没有办法兼顾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最讨厌一句话叫做 事业与家庭兼顾 世界上没有事业与家庭兼顾 这件事情 是没有 不可能 没有 不可能 对 所以你还是得做出选择 所以当然 她是不是一个牺牲 我觉得不是哦 因为对我来讲 我觉得能够花很多的时间陪伴我的女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 对我也没有觉得很后悔 我觉得 我在这十年当中 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遗憾 但这本书 这一个这篇文章的这个作者 他他其实是一位社会运动工作者 他推动了这个农 这个劳工 农场工人的一个 一个集合大家的一个社会运动 其实那是最底层 在在美国农场工人 是最底层当中的最底层 而且他还必须要 带着他们上街头去抗议啊 等等 他有他有十一个小孩 他有七个女儿 四个儿子 当然他年纪蛮大的 我根据他所写的文章呢 我估计他大概一九三零年代 出生的女性这样 所以生十一个小孩 是不算特别这样子 但是要怎么兼顾 他就提到说 他常常要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全职工作 就是当他要到家以外的地方出差的时候 他必须要找人照顾他的小孩 这是所有的母亲在这个时候的选择 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 可是你要如何的让你的子女知道说 这一个工作是对整个社会非常重要的 而他们愿意配合你 其实我觉得这位母亲做的还不错 对 其实 当然我觉得 其实就像他讲 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等一下我们会介绍的 关于母亲的身教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孩子是看着母亲的背影长大的 对 那其实他母亲虽然做出了一些选择 也做出了可能牺牲跟他孩子 可是他也让他的孩子看到 事实上是我并不是去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而是我其实是在为 他自己现在孩子的未来在打拼 事实上他在做的是这件事情 那么当然这里面他 我觉得 我这里面有一句话 我听了之后有点心痛 他说 他说我奉献权利 想为弱势族群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为了这个使命 我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 做了许多牺牲 这就是他讲牺牲的主因 他说至今我人生敢愧疚 你知道所有的母亲都很容易 尤其是有成就的女性 很容易感到愧疚 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排除母亲的这个愧疚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有点难 因为其实还是一样 我觉得 虽然说我之前我选择失念 可是其实后面 其实我就等我孩子长大了 我就开始去冲刺我的事业 可是对于我孩子来讲 他还是会觉得 还是希望 妈妈再多一点时间陪伴他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像书里面讲的 即使我女儿已经这么大 我还是会 不时的会觉得有一点愧疚 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 可是我也同时也想让他知道说 不管你多大年纪 不管你 你到了几岁 然后不管你的年 你的性别 其实你还是可以去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让我的女儿看到 你看你妈妈在做不一样的事情 你妈妈试图去改变一些事情 我觉得让他知道这一个成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一篇你要挑选出来的是完美的难题 这是一位作家 那么所写的 完美的难题不是指母亲完美的难题 而是指说有的时候我们过分的去告诉孩子说 你要追求未来的发展 你要这个对要有自我实现啊等等等等的 小孩子有的时候呢 太追求未来的自我实现 以至于他们失去了接受失败的可能性 我这一篇其实我有被打到 就是我觉得对耶 我如果没有事先想清楚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会让小孩子太过劝诺 是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我从小 我女儿从小的时候 我就一直跟她说 你不用一定要做到很好 可是你至少要去尝试看看 可是随着她的年龄增长 然后我就在思考说 糟糕 我是不是给了错误的讯息了 因为导致我女儿常常变成有一点 我觉得我好像有点交往过正了 她现在的状况是 哦好因为我不用完美 所以呢 我有些事情只要做一半就好 因为不需要太完美 我想说糟糕 她师傅扭曲了我的意思 对 就是我们我们怕她呢 太自我要求 所以我们希望她放松一点 对 可是当我们跟她讲说 你不必追求完美的时候 她又误解成为她不用尽全力 是 所以你看这个完美的难题 有多么的难 难真的 而且还不是只有我碰到 她这么厉害的作家也碰到 然后精灵也碰到 是 我也碰到 对 然后我就就跟我女儿解释说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你应该还是要找到 你想做的事情 而且尝试的尽可能 她就说 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我就说你确定你尽力了吗 然后其实我们常常都会去跟我女儿去做一些 沟通 沟通 然后到沟通到后来的时候 其实 然后我女儿也会产生很多的疑惑 她说 可是你小时候不是这样告诉我的 对 那你怎么回答 我就说 对 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至少要尝试看看 因为你没有真的去try 尽你最大的能力去try过 你永远不知道 你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你知道其实一句话 它真的是有两面 可是这两面会被对方解读成什么 我们真的不知道 对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以为说我们话说清楚了 可是不是 他就开始往另外一边偏离了 是 那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去思考说 哦 所以在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跟我小孩说 那他如果 因此而往左偏太多的时候 我要怎么让他又偏回来 我觉得 他有帮助我 在调整我沟通的时候的觉察力 嗯 觉察我的小孩接受到什么 嗯哼哼哼哼哼 所以完美的难题 真的很难 哈哈哈哈 我现在也还在学习当中 就是随着我女儿的成长 所以我也发现到说 哇 他就像风行姐你刚刚讲的 她的解读 有的时候跟我预期的 其实是不太相同的 那真的是随着她的年龄 然后慢慢的去显现出来 啊原来你是这样子 去解读这件事情的 那看来我又得重新去跟你 做不一样的沟通 嗯 接下来你为大家要挑选 介绍的文章是 谈发挥你的天赋 这是一位企业家 也是社会企业执行长 是 写的文章 这真的是就跟你的经历 有很大的关联性了 对不对 对 对 那其实也是一样 我算是早期就很小的时候 我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 我就已经很确定 我自己未来要走的方向 事实上 应该是说 我现在跟我做的事情 有一点点 你真的是少数 很小就有规划的人 对 我自己 我其实不瞒您说 我一直以为大家都一样 我以为 大家不是应该从小学 就已经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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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的人是连大学毕业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大多数 对 那应该这样讲 其实应该是我幼稚园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是立志要当画家 不过 在那个年代里面 大家都认为画家就是艺术家 很贫穿 很难过日子 所以其实是经过 我母亲是反对的 后来我一直 我母亲就 幼稚园就开始跟你母亲沟通 未来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吗 是啊 哦哦哦哦 好 所以我其实是因为经过我母亲的反对 然后我母亲就说 你再好好的去思考 你长大之后要做什么 然后因为我其实是真正想要当的是艺术家 而且是跟画画创作有关系 所以你会走时尚这条路是有道理的 对 其实我后来呢 就选择了一条路 就是我十岁的时候 我就跟我母亲说 那我可以当服装设计师吗 因为她还是有画画 还是跟艺术有点连接 可是她是商业用途 我妈终于点头了 因为她很担心她女儿长大之后 得靠别人去养她 对 可是你母亲至少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女人要先独立 然后又独立的爱自己之后 她才会爱人跟被爱 对 因为我母亲认为 经济独立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她认为说 你可以当画家也可以 可是你可能很难 可以养活你自己 因为在经济方面 你可能需要别人的支柱 所以她 你母亲至少有一点很棒 没有要求说 啊没关系 你就嫁一个好男人就好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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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并不是这样子去 对 因为我觉得不能爱自己的人 很难嫁到好男人 嗯 所以其实 这也是我自己在探索 我整个的过程里面 所以其实 确实我到后来 二十几岁 我会要去美国念书 我真的去念了设计 我回来也当过设计师 当后来我也慢慢的去转 可是我还是在 投入时尚产业的工作 跟我现在的工作 也有一些连结 对 所以其实 而且连结很多 对 所以其实我也在我女儿 幼稚园时期 我就跟她说 你应该要 早早看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太早了 我碰到对手了各位 因为呢 我在国中的时候 跟我儿子沟通说 你以后要做什么 他给我一脸茫然的时候 那时候跟他关系非常紧张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九八新闻台 财经起传 浩金现场 我是陈凤馨 我们要先预告 下个礼拜 每周选书早起读书呢 为大家介绍的是 天下文化出版社 所出版的 心态至胜 全新成功心理学 那么接下来 我们现在就是要回到今天的 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我这样告诉我女儿 大好书所出版的 在我们现场的是 挑品新闻创办人张静凌 各位我真的碰到对手了 我国中的时候 跟我儿子讨论未来的时候 我所有的朋友都骂我 说你疯了吗 那小孩子国中 能够思考什么未来 但张静凌是从幼稚园 就开始跟他女儿沟通未来 思考未来 我觉得不是沟通未来 是思考未来想做什么 对 我会问他说 你喜欢这个吗 你喜欢那个吗 然后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尝试看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 那我们就去上这个课 去学这个东西 然后 当然我不是逼他 因为我一直是鼓励他 你这中间没有冲突 没有 都是很顺畅的 对 基本上我是放任他去 找到他自己喜欢的事物 你只是鼓励他有任何的想法 可以来跟你沟通 对 然后 然后你只是帮助他说 他这个想法 如果要实现 他要做些什么样的努力 是 然后他要确定 这种努力 他愿不愿意付出 对 其实是有做这样子方面沟通 因为我也让他知道说 做一件事情不难 可是要做到好 才是很难的事 对他真的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如果他当他真心 想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是他幼稚园的时候 我就开始鼓励他 然后在他国小的时候 我就买了一本很厚 大概有五百多页的书 叫做工作大未来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工作形式 然后我女儿真的有很认真的去翻 还看到我说 妈妈你看 既然有这样子的工作 我都不知道耶 我说是不是很有趣 我就告诉他说 比如说你要往画画 往音乐 其实光这个领域 有各式各样 比如说像他当初也有看到音乐这一块 他有跟我说 音乐这一块还有录音师 他有跟我说录音师是一件很 有道理 很酷的事 事情对 他就说他以为音乐只能做 当歌手 对 他发现到其实各个领域都还是有不同的专业 你这样讲对 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给小孩的建议会困在我们的视野里头 万一我们的视野不够广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的视野可以广到 360行真的行行包括的 对 那所以这个视野的开阔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 好 那今天你要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一篇里头 就发挥你的天赋里头 其实这个妈妈呢 算是被动的跟小孩要沟通 她的未来想象 对 是因为她的九岁的女儿突然有一天就跟她讲说 妈妈我想要变成有名的人 我觉得这个妈妈也做了跟你一样很好的示范 对 其实虽然这个母亲也讲 她不清楚女儿为什么要成为有名的人 可是也是一样 她也是在鼓励她的孩子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去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对 所以她不是说你要成为有名的人 她说好棒好棒这样就结束了 不是 她说她就要问她说 那你为什么想要成为有名的人 有名的人带给你的好处是什么 等等 因为你要从这里面才可以去告诉她一些很重要的价值观是 你要你要找到你的热情 你要找到你的天赋 你要找到你的潜能 而这里面的努力会经过什么样子的过程 所以这一些细节 我现在知道我的沟通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是一来就说 你以后想要做什么 那小孩子排斥感很重 可是你是透过自然对话里头 然后让她觉得好像是一个探索游戏 基本上算是 因为我可能也是跟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有关系 那因为可能毕竟我是老妖第三个小孩 你知道通常到第三个小孩父母都不太管 就让你自由发挥 所以我是一路自己探索过来的 第三个小孩父母也比较有经验 比较知道怎么跟小孩沟通 对这也是啦 所以其实我也是就用 可能也是来自于我母亲的身教 所以我就也尝试用这样子的方式跟我女儿去做沟通 那后来她也是经过了这几年 终于她差不多在国三的时候 所以不是立刻就知道哦 对 因为你只是刺激她去思考这个问题而已哦 是 她等于思考了七年七八年 对 因为其实她 她应该是说我从她幼稚园时期我有看得到 她确实在绘画 设计方面是有起兴趣跟一点点的talent 可是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她真的想要的 那我也没有去push她 所以她其实是差不多在国三 要真的要面临就是所谓的大考的时候 会考的时候 她之前她告诉我说 妈妈我确定了 我要往设计走 她要开始往绘画跟设计还有多媒体 有连结的 然后我当时心里想说天呐已经国三了 你现在国三才告诉我你要走这个方向走 所以其实我也做了一个一般的父母 可能很难做的抉择 其实当时我是真的想说怎么办 那你是要考美术班吗 其实我有带着她去 其实所有的补习班都跟我说 你女儿太晚了 国三的时候才决定要 对 要往美术那一方面走 其实以考试来讲 其实太晚了 那其实有些补习班就跟我说 要么就念秘籍的 就是每天去画画画 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讨论 我就说如果秘籍上课对你来讲 它变成是一个压力 它不是你最想做的事情 我就说算了 我们不要去补这种 我问你你想要画哪一方 她说她要上漫画课 好 我说那我们去上漫画课 然后我也跟学校老师沟通 我说我女儿决定要往那边走 所以呢 她会花多一点时间画画 而且是画漫画 还跟学校考试没有关系 我就说所以呢 她学校的大考这个部分 会考那个部分 我们会先暂时把它放在第二 对就这样 我做了一个 我自己都觉得很压抑的事 因为我当时就 可是你帮她在这条路上面 走比较平顺的路 对我告诉她说 今天是你找到你确定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能够持续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我就跟她讲说 升学对我们来讲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你真的可以找到 那当然很幸运的是 其实她后来也是真的跑去 只是不办画 就让她画她最想画的事情 就这样 其实她后来是有参加了台北市的什么绘画比赛 后来她是得第一名 对 然后我自己也都吓一跳 我心想说 因为她没有素女 她其实是没有底子 就很多底子 可是可是有的时候 她们的比赛不见得是 以你的功有多厉害 而是你的创意有多厉害 对所以我其实是让她自由发挥 对就是让我说 你就自由发挥 就找到了 我觉得我们就持续下去 然后按照你想要画的事情 想要做的事 我们就继续的go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分享 所以所以其实你知道就是 当我们在讲说 小孩子好像茫然不知所措 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让她有那个思考的过程跟机会 对不对 说要找到天赋很容易 也讲你去找你去找你去找 可是要一直思考 一直沟通 一直想象 然后接着再修正 再努力 其实是很难的 对 那再来一篇你要介绍的是母亲的身教 对 母亲的身教 那我想对于所有女性都非常的重要 真的 不要只是用说的 用说的都没有用 你如果想要你的小孩爱看书 你就自己要爱看书 对 对 你如果想要你的你自己 你要小孩爱自己 你就必须爱自己 是 因为我小时候我也是都跟我女儿讲 我说你要说到做到 所以我女儿都会看着我说 妈妈 你这件事情你没有说到做到 你不是都跟我说要说到做到吗 对 我就说 你知道大人偶尔 他说没有偶尔 是不是有很多母亲都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没错 好 这个是 最后一个是创业 你要很快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了 对 创业这些事情也是跟我现在自身在做的 其实 因为刚刚有跟凤鑫姐最早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有讲嘛 其实我在去年自己出来创业 其实这就像这本 这篇文章里面 他所提到的 提到的 对 创业家是如何养成的 他是企业总裁 对 当然了 我自己来重新 他其实有讲一句话 就是说 开创一间公司的重点 并不是在于你做了什么 他只是一个管道 可以用来表达你是谁 以及你想如何以自己的方式 对周遭世界做出贡献 其实我现在就是想要尝试做这件事情 我创立挑品新闻这个平台 其实我是为了要推广永续时尚 你也是跟生活形态 就跟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有连接 对 而且最主要是 你能不能够去实践它 所以其实 我自己也在 之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重新去前世杀 你跟你公司的规模没有关系 最主要是你真正想要做什么 你能不能实现 对 而且你能不能从自身的力量 可以真的改变这个世界 好 所以你看 我们生命当中遭遇到每件事情 其实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分享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